如果手脚经常冰冻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会不会有些紧要病呢? 今天就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猜到 一般手脚冰冻都是怕血液供应不够 所以有个片尾就会教大家一个 最简单的方法不用看医生的 自己都可以看看自己 究竟是不是手脚的血液供应不够 我们小时候经常都听一些长辉说 谁是凉血动物,没有人性 凉血动物就是比如乳、青花、蜥蜴、乌龟等 那些没有人或者暴雨类的 有个体温在这里 我们就是一些温血动物 温血动物就是身体要花费相当大的能量 就会产生一些热 产生了这些热 经我们的心血管 就将血泵到身体各个地方 那些血液其实就带着这些温度 令到我们身体大部分的地方 都在一个稳定的体温 比如人的话 就37度半 很多身体的生物化学的过程 在这个温度都运作得最理想 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皮肤暴露在环境里面 比如臉、耳朵、手脚等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冰 原因就是当你暴露在温度低的环境下 身体要花很多能量才能产生温度 如果你很多血液都继续浸去面、手脚、耳朵等 那些热力很快就散走 你就要花很多能量去保持体温 所以温度低的时候 一般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 即是耳朵、面、手脚、微书血管 那些小的血管就会收窄 让血液流向深层次的地方 以前在诊所很多时候都会听到人说 哎呀我探热了探热 探到耳朵探得很低 或者探压头的时候 那些温度这么低 36点几、35点几 其实那不是真正你的温度 我们说37度半身体最合适的温度 说的是核心温度 即是身体最深的温度 通常探核心温度 真的要探光才能探到温度 即是耳朵、额头 因为它太表面了 那些血管很容易随着周围的温度 又收缩 少些血流经 少些温度就会带到那些位置 所以探下去就没那么准 所以第一件事大家要明白的 就是说天气冷的时候 你手脚冰冻 就不是病 那么有什么病 就会引起一些手脚冰冻 其实主要大部分 都是血液供应不够的问题 比如说很常见 就是一种叫做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我们叫周边的血管疾病 周边血管疾病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手手脚脚的血管 就被膽固醇的积聚了 就被膽固醇的积聚了 那么它就收窄了 少些血液供应的地方 那就是等于你心脏病 就是一样的 心脏病就是心脏那几条 三条小的血管 就被膽固醇了 那么大的血管一样的原理 都可以被膽固醇了 就很容易有手脚冰冻的现象 最典型的病症 就是走得急的时候 或者走得久的时候 就在小腿那里 就零射很痛的 要停下来才会觉得好些 原因就是 因为当你走走运动的时候 肌肉就会需要很多的血液供应 很多的氧气才可以 如果你本身的血管已经窄了 那么它突然间要运动 它那个肌肉呢 就会扯了很多血液去的时候 血液又不够的话 血液不够呢 那就会觉得痛了 因为通常它都是慢慢慢慢变差的 那么如果越来越厉害 你就会看到皮肤也有变化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大家的右边呢 那只脚呢 就有这个 皮肤的脚呢 就有这个 有些血管塞住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皮肤表面呢 有些闪闪亮的 因为呢 皮肤呢 时间久了 它会脱了些毛 就是说这些毛发没有了 皮肤看起来 就好像有些 好像立立令的感觉 再严重一些会怎样呢 再严重一些呢 就是血液供应不够 皮肤呢 血液供应不够 慢慢会坏死的 它呢 就会初步呢 就会好像有一个溃洋 那样 就是有个地方好像损了 确定是不好 怎样都不好 很久都不好 那样的 如果再差一点点呢 那些组织会坏死的 那些脚趾呢 甚至厉害的那些呢 有些会变黑 真的好像木乃伊那样的 那样的 那这个呢 就是血管塞住了 有些情况呢 就血液的血管是没有塞住了 但是都会血液供应不够 令到手脚冰冻的 有一种病呢 叫做Veynos Phenomenon 或者叫做Veynos Syndrome 即是叫做雷洛现象 或者叫做雷洛综合症 那这种病呢 就其实就是 大家的手脚呢 就是那些微书管呢 它呢 就没有说失住了 不过呢 就是它当它遇到 那些温度低的环境的时候 它正常都会收缩 但是它呢 收缩得太过离谱了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那这个图呢 那这个图呢 就显示了雷洛现象了 那就是说呢 当温度一低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那手脚呢 就因为它血管呢 就会强烈的 那就是收缩了 那些微书管呢 完全收窄了 差不多没有血液 那样 那就直接白了 就是不是一般的白 直接真的白了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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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下一步呢 在图的另一边呢 就会见到 那些手指脚指呢 就会变成蓝色 那样 蓝蓝黑黑的 那样的 那这个雷洛现象呢 还有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呢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血液供应不够 它身体知道有问题了 所以隔一段时间呢 可能比如说十几分钟又有 几十分钟又有 甚至几个钟又有 几个钟又有 或者隔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它就有一个反弹的血管 抗张 那就是说 突然间呢 血管又抗张很多 抗张比平时更加厉害 那所以呢 就哼一声呢 就很多血呢 就供应到手指脚指那里 那里呢 那你就会突然间 就是手指呢 就红了 那有些时候你会突然觉得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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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 就是感觉到那些脈搏呢 就流到手那里 那样就红了 那这种东西呢 那这种东西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和红斑狼瘡有关系的 那这种东西呢 又不是危险的 不过呢 就是有时候很烦 又厉害呢 就可以吃一些 抗张血管 其实呢 本身是血压药来的 血压药呢 亦都可以用来 放松一些手脚的血管 令到这个雷洛现象呢 就是减轻的 那除了说 血液供应不够的问题之外呢 有些时候呢 血液供应是完全正常的 那但是都会觉得手脚冰冻的 那另外一种病呢 就叫做 Profoliopathy 就是周边性的神经病变 那这些呢 就是说 我们的手脚那里 那些神经线呢 就出了一些问题 血液供应是ok的 但是呢 就神经线 就是负责感觉那些 神经线呢 给了一个错误讯息你呢 明明你的脚呢 是没有东西的 那你就算去看医生 你说脚很冰呢 摸下去呢 你的脚很温暖的 那你又肯定是觉得很冰 那原因呢 就是说那些神经呢 出了一些病变 给了一些错误讯息给你 那最普遍的呢 就是譬如说 糖尿病呢 时间内的话呢 就会引起这些 Profoliopathy 就会有这些现象了 究竟怎样知道自己 有没有说 血管供应 血液供应不够的问题呢 那其实很简单 那你可以呢 就是可以在手指甲那里 在脚趾都可以的 你呢 就轻轻呢 就用另一个手指呢 就把手指甲呢 就按下来 正常呢 你按下手指甲那里呢 你会看到呢 有一个地方呢 就白了这样的 白了的原因呢 就是你按下去的时候呢 那些微小血管呢 里面的那些血呢 就被你按了去其他血管 周围的那些血管那里呢 那这样嘛 所以你又白了这样的 那如果你一放手的时候呢 正常呢 它很快呢 就会那些血液呢 又会流回到微小血管那里呢 那你就会看到 它立刻变红了 如果你发觉 按下去放松的时候呢 白的地方都继续持续一段时间的话呢 那就可能代表呢 血液供应就有些问题了 好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记住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拜拜